社會經濟運動的對談 歡迎大家來到今天社會經濟運動的對談 不如先介紹一下自己 各位觀眾好 我叫趙善榮 Anthony 我們的機構叫香港公平貿易動力 多謝大家收看我們今次的節目 各位好 我是謝振文 大家叫我阿文 就是聖雅閣福群會討作方 一個在灣仔區社企的社工 歡迎大家今天第一次上這個節目 我是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系 中國研究與發展網絡的古學斌 我們今天為何三個人會坐在一起 去談城鄉合作跨境城鄉合作和社會經濟議題 因為我們分別都有在大陸或香港 做城鄉合作的社會經濟實踐經驗 所以我們三個坐在一起 對 阿Ben 我記得早幾年的時候 都有機會去問南去探討你們的合作項目等等 或者我們先談談城鄉合作的概念 我們從200年開始在雲南的農村 開始實踐農村發展的工作 不過我們做了一段時間 頭五年基本上都是集中精力做農村 即是各村入面的社區的發展 包括無論經濟文化的項目都是這樣做 後來就覺得單單只集中在農村做是不行的 因為農村的問題 真的不只是農村本身的問題 例如我們幫農民去搞婦女手工藝 或者搞一些經濟的養殖 種植項目 結果都是不行的 就是因為他們的東西出到來市場 依然都是要面對主流市場 例如主流市場裏面的價格問題 所以他們基本上就算種到東西出來 或者做到一些東西出來 面對主流市場它都是不行的 所以我們在07年開始就覺得 城鄉合作這一個重要的一種發展模式的轉向 因為你不可以只是集中做農村 因為農村的產品都是要面對市場 很多時它的市場就是城市 如果城市的消費者 他們依然擁抱一些傳統的消費觀念 或者他們還是習慣傳統的消費模式的時候 其實上是不可以支持農民那些產品 所以我們就覺得應該要搞這個城鄉合作的運動 在城市除了做農村之外 還要在城市發動一些的城市消費者 建立城市的消費網絡 從而來支持農村的生產 Ben 是不是你們都在07年開始 就嘗試在農村附近的市場 好像在昆明那裏 你們就去組織一些消費者 一起和農村裏面的農民 可以多一些交流和對話 可否在這方面可以介紹多一些 因為我們的村裏有三個合作社 一個是種生態的稻米 另一個是養土雞 另一個是婦女手工藝 首先我們促進城鄉的互動 主要是從種米開始 因為我們鼓勵種一些老品種的稻米 不用化肥農藥去種 不過問題是它的診量 是會低於原本的集交度 差不多一半 如果它的價格 我們不提升它的價格 不在價格裏面去強調 裏面去計算它的勞動力 或者勞動成本的時候 他們不可能願意種這個老品種 所以我們在城市裏面 就是要先在一些昆明裏面的住宅區 去透過和那些物業 或者一些居民的組織合作 令到那些城市消費者明白 為何他們要來消費 我們農村裏面 種的一些健康的稻米 我們便引入一些科學家 例如那些弄農藥體代的專家 去社區裏面去講解 健康食品的重要性 或者農藥的危害等等 令到消費者開始意識到 原來他們長期都是吃著 一些很不健康的東西 我們便跟著跟他們介紹的項目 說在農村我們有這班農民 種一些健康的東西 他們願意來消費 然後我們便將農村的農民 帶到城市 即是昆明那裏 跟那些城市的居民見面 我們叫做城鄉見面會 令到他們認識 然後當他們的米收成的時候 我們都搞過一些品嘗會 即是令到他們去試食 我們種出來的十多種米 去跟市場一般的雜交道比較 令到他們明白 原來的米包括口感也好 都不會輸涉給那些外面市場那些 即是你做城鄉合作的時候 首先是從教育開始 令到城市居民意識到 現在現有食物的問題 健康的問題 然後嘗試讓那些城市居民 可以接觸到農村的生產者 然後更加在當中 去改變消費模式的態度 還有重新 為何我們說社會經濟 會覺得城鄉合作這麼重要 因為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點 就是要突破傳統的主流經濟問題 我們以為經常講公平貿易的時候 你是專家 經常講公平貿易當中 對生產者是一個押迫 對我們來說 其實對城市消費者都是壓迫 或者是押迫 我們自己不回意 所以中間其實我們不只是見面 你買他的東西 我們甚至覺得消費者在價格上 都需要可以參與定價的過程 農民呢 我們傳統的主流經濟 因為生產者很多時候都沒有辦法定價 即是給主流市場的價格 就已經是寬死了 他沒有自主性去定價 所以我們他們見面會 或品常會之後 其實上很重要的一點 就要做 他們對於價格的協商 或者協定 大家有個討論 大家集體去定價 這個真的跟主流經濟很不同 我們消費者生產者其實都沒有權 我們對於價格的獎項的權力 已經是被資本家取得了 所以這個過程 我們其實是重新奪回 我們生產者和消費者對於 產品價格的定價權力 Bank 我想問 這個過程是很有趣的 除了以往一些外面 可能在香港而言 就是一些街頭的拍賣 有機會有些情況出現 如果真是一個城市族群 和一個鄉村族群 真是大家一起談的時候 我很有趣想知道過程 大家會否有爭執 或是 那是甚麼 當然是習慣於價格太高的問題 第一個反應就是 其實我們之前已經和生產者和農民 已經談過 其實上每一毫 它的產量有多少 和每一公斤 到最後定多少的價格 才能真正反映到他們的勞動力 或者是他們真正得到一些公平的收入 當我們品嘗過那些米 即是很喜歡上賣的時候 我們便把價格全掉出來 消費者的第一個反應就是 嘩 很貴 因為我們最低的米的價格 都高於市場集交度的三倍 即是六個多 即市場集交度兩個多 他們第一個反應就是 嘩 很貴 即是這麼貴 一時之間 一時之間 他們說一斤 通常是一公斤 一公斤 昆明是說一斤就是一公斤 所以他們的反應很大 我們便嘗試去 即是我們作為中間人 就是捉進他們的對話 即是農民的帶頭人 即是合作社理事長 便開始講述他整個勞動過程 他從怎樣去找到種子 到怎樣去種整個過程 詳細介紹 然後詳細去計算 每一個過程中的勞動 是怎樣去計算它的價格 到最後介紹之後 嘗試去告訴消費者 它的價格是怎樣計算的 而不全部是透明的 我們經常說民主參與 就是正正是整個過程可以透明 以及怎樣計算可以透明 不過有一點就是 我覺得後來很感動 就是城市消費者 後來願意接受 就是我們消費者裏面 有一些五十多歲的 或者一些年紀更大的消費者 他們曾經有上山下鄉的經驗 所以當他們跳出來 去說實際上這個價格 對他們來說是可以接受的 因為他們曾經參與過勞動 即是農業生產 他們知道當中的勞動 和勞腹是多大 所以他們最後跳出來 這個價格應該可以接受 因為他們自己有經歷過 即是上山下鄉做過農民 所以他們很明白 農民的勞腹是哪裏 那個價格是否合理 所以這個過程間是不會這麼容易 其中間有很多對話 甚至有爭論 即為何以這樣貴 所以這個過程也覺得 另一個感動是 其實我們很少看到消費和生產者 消費者和生產者之間有各個的社會關係 是在這個過程中重新被重建 在主流經濟裏 另一個最大的問題 我們要挑戰的是 消費者和生產者沒有關係 我們其實不認識誰在種的東西 我們在吃的東西是誰在種的 到底有沒有剝削 我們完全不明白 所以這個過程 是令到生產者和消費者的關係 重新可以恢復和建立 之後我們繼續做很多活動 將城市消費者帶到農村 去現場看他們在吃的米是怎樣種出來的 後來這個土雞也是 對 土雞都是這樣的過程 去促進他們的互相形式 剛才你提到這裏的時候 令我想起 工業貿易那裏亦是類似的 很強調我們與生產者 大家以透明的方式和互相一起去傾談 在當中定一個價錢 譬如我們自己的經驗 譬如我們與國內的一些不同的 手工藝 即一些生產者 去談的時候 譬如我們在山西為例 我們在山西的時候 可以同時跟山西的婦女一起去傾談 究竟我們做的包包 即手工藝那些包包的時候 它的價錢是怎樣 如果一般我們想的時候 生產者的希望越高價越好 但不是原來我發覺 我們這幾年在國內推動 工業貿易的時候的經驗 你如果在裏面的時候 你是給生產者的意識 即是知道在當中的時候 你給一個合理的價錢 而在透過自己的勞動的時候 賺取一個合理的收穫的時候 其實它未必一定是最高的 它都知道在當中的時候 哪些價錢是價格合理的 它是意識到的 特別我們與一個農民合作社去談的時候 他們那些理事是會互相 是給大家互相提點 譬如我們去山西的時候 去早幾年跟它談的時候 他一開始都可能有個別人說 不如要這樣定價 可能是很高的價錢 但他們自己的姐妹都會說 哇你這麼高的價錢 他們就拿出去的時候 完全賣不到 賣不到的時候 你只能拆貨 接著我們又不能再生產 接著我們大家一起去商討的時候 大家得出一個合理的價錢 還有在裡面的時候 我們亦都令到他們去參觀一下 不同的一些市場 不同的一些生產的狀況 令到他們更加了解到 其實外面的運作情況 他們有一個更加全面的理解的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 不是說他們要爭取到最大的利益 在當中大家一起談的時候 他們覺得是一個合理的價錢 有一個合理的價錢 令到他們可以維持一個 一個較為合理的生活水平 那些生產者已經很滿意 而我們都將我們自己的 在香港的售賣價錢 要告訴他們 要怎樣去計算成本 他們知道的時候 他們會很清晰 譬如我們近一兩年的時候 無論在山西、在甘肅等等的做法 反而很多時候 他們的生產者提醒我們 趙生涯或者同事 在裡面的時候 你們這樣定價的時候 會不會賣出去 其實你們沒有什麼收入 可能未必能維持到 反而我們在某些地方 減低價錢 就是他們主要提出 但我們要提到 我們都很希望 令到他們有一個合理的收入 亦都可以改善到我們的生活 其實給我們這幾年的經驗 很深的印象就是 原來只要我們能夠 同一班的生產者 我們就給到足夠的資訊 在裡面的時候 然後你們都能夠 在掌握到我們的資訊的時候 他們亦都在當中的時候 讓我們整個合作社 自己去決定 他們去決定的時候 不會是一個 完全無理、天價的價錢 很多時候我們集體 反而會在裡面的時候 去訂一個合理的價錢 然後就是在裡面的時候 對於生產者的一個補助 亦都會在某程度 對於購買的產品 消費者來說 亦都是一個合理的付出 阿文我想香港 你們都應該有類似的經驗 我們的經驗其實都有點像 Ben和Antony剛才提到 透明燈的感覺很大 我們其中一個工作 就是跟本地的 大約九個有機農場合作 就定期跟他拿一些有機菜 早期很有趣 早期那些客人問 大家有一個問題 有沒有認證 有沒有認證 哪裏來的 上不上一個 沒有認證我不要 但後來真的做了一件事 就是我們組織街坊去香港 其實香港是一個 都蠻適合推成鄉的協助 因為其實香港是一個福地 城市跟農村的距離 不是想像中那麼遠 即是搭一程車已經去到很近 去到的時候 他們開始會問一些農友 對認證或參與農動的關係出來 究竟是怎樣 農友說到不如知道 為何我不拿認證 或者為何我要拿認證 為何我給你的菜 那次是會有洞 或者為何給你的菜 那段時間我給不到菜心給你 他答得到 因為很奇怪 在過程裏面 剛才聽到兩位說 很重要的一件事 其實當沒有這個交流 其實所謂城市和農村之間 似乎是有距離 甚至乎他們那些 我們經常覺得城市人 好像高一等 因為可能他們的收入高 或者我們叫做讀過書 我們去錦田 有些農村的朋友跟我們說 他們說得很白 雖然他們是農村的朋友 他們會說 以前我們說 一不讀書 媽媽就說 不讀書嗎?你耕田吧 但他說現在都開始出現不同的情況 當然 但我會見到就算是農村人 都會覺得其實是 我起農村獎 但是一個不想要的身份 但這個交流 我們反過來見到 其實是城市的朋友 去到農村是很渴望 想得到一些究竟 生產菜給我們的東西 一個甚麼體系 一個甚麼經濟 一個甚麼知識 他們原來是完全不認識 雖然每天都在吃 甚至乎我們有些情況 有些像剛才Bang說到 一些上山下向的朋友 或是以前有些幾十歲的 在城市住的 他們的子女或甚至他們的孫子 是沒有甚麼聽過 爸爸媽媽說 或爺爺媽媽說 他以前種野辛苦的過程 在這個過程 去探訪 或是跟農友交流的過程 是很開心說得回 是整個關係是不同了 即是無論是家庭的關係 或是我們所謂的 城市和農村的關係 如果我們很重視 我們有時會想 我們說社區經濟或是承鄉協助 除了經濟的層面 會不會是那個權力 身份甚至乎 我們城市人 怎麼看我們自以為 我們將來好像很厲害 那樣東西 是否真的那麼強 這裡我有時都會有些感受 對 這正正是説 城鄉合作運動其中的一個重點 即是要嘗試去改變 城鄉之間不平等的關係 香港都可能沒有那麼明顯 我想大陸是更加明顯的 一直以來 農村的人都想去外面 不想回家 或者不想留在農村做農民 大陸是很明顯的這種傾向 以及城鄉之間不平等的社會位置 我覺得是歷史性的 從毛澤東時期到現在造成 一直對農村的剝奪 或是對農村的不平等的 一些社會福利的對待等等 所以令到農民 真的覺得自己是低的 除了權力關係之外 就是因為生產者和消費者的關係的割裂 很多時候生產者就是在農村 消費者就是在城市 有些生產者在城市 同樣面對的問題 當它的關係割裂的時候 其實雙方面 是互相盡量在自己可能的空間裡 謀取最大的利益 變成沒有一個在當中的 即是如果是大家的關係的時候 譬如我們以前在香港 早二三十年前的時候 有一個小士多賣東西的時候 老闆你和他熟悉的時候 有時他那些東西 有些少許的損壞 他都會告訴你 他都說不如我轉另一個 或者會特價給你 但現在就不是了 現在生產者就說 他知道大家 我對你的消費者 都完全不認識的 我生產出來的時候 我希望我貿易當中 最重要的是我自己利益是最大化 同樣原理 消費者亦都希望最低價錢買到的產品 大家其實都是用盡各種方法 希望是謀取自己空間 有限空間裡面最大的利益和可能性 變成這個會越來越惡劣 你看到國內近年很多的食品 食品安全問題都是 通產者盡量希望減低成本 或者在當中的時候 用其他方法去賣出去的產品 消費者亦都面對了一個困難 他可能在城市裡面的時候 他亦都不會買一些所謂高價的產品 亦都要盡量減低的價錢 其實就是因為關係的割裂的時候 引致到大家角色很極端 我覺得如果要從 除了考慮權力的關係之外 亦都是人與 人際等等的關係 或者所謂的 在當中的時候 我們港義的關係之外 亦都很重要 如果不能重建這件事 其實我覺得會走去一個 越來越不可持續發展的情況 我一直都在說 執著整個經濟最大的問題 就是人與自然不合 人與人不合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城鄉合作 都是在做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都是在恢復的問題 不過大陸一直 很多人 我覺得正正Anthony說 城鄉之間有各個斷裂 所以令到湖北信任 湖北理解 所以很多次城市的人 都會對農村有很大的偏見 覺得農民都是很黑心 不過農民都很清楚 因為他真的無法生活 他真的無法 所以他為何用這麼多化肥農藥 因為他想將國診量擴大 擴大 他本身價格這麼低 如果他不用量去補回收入 他是不可以的 所以你猜他們不知道 這樣有傷害嗎 或者對土地或對人有傷害嗎 他知道 所以通常我們農村都很清楚 農民自己種的自己吃的 那塊一定是不下農藥化肥的 所以當人的關係已經去到一個 即沒有關係我就不需要離離 所以我們有個口號叫做 良心生產和良心消費 即一定要恢復所謂道德經濟的問題 很同意阿兵你所提議 因為我覺得這個情況就是 在裡面的時候 現在就走去反而兩敗俱傷 但如果我們真的要扭轉局面的時候 其實希望拿回一個商人的局面 其實消費者也要從良心角度去考慮 不要只看到價錢是最低 當你想想你給這麼低價錢的時候 生產者維持不了生活的時候 唯有角出其謀去減低成本 當你吃到一些有毒的東西的時候 還有很多農藥的東西的時候 即是不能賴 即是作為生產者 當有一個合理的收入的時候 亦都應該是給予好的產品 我覺得其實我們接觸消費者 包括我們也是 其實是頗矛盾的一群人來的消費者 事實上他們 即是無論他們自己或是被教育 是要用最低的價錢得到最好的東西 但有時我接觸他們 我會再問他們一個問題 其實你自己計算一下 一塊東西 例如我當你一個彈工五元 你裏面那些都會砌賣 價錢又要賺 賺到錢給到其實那塊東西是甚麼 他們很多時候 我們的朋友包括我們自己都打不到 但我們繼續去賣 或者繼續相信應該是要這樣 我覺得其實雖然我覺得是良心消費 或者是良心生產 但我想如果你 我們始終香港真的是城市佔主的話 可能提倡的良心消費 以往的力度比較小 我覺得是 不過在外國的經驗 例如很多都在說是CSA 社區支援農業的時候 看到那些消費者 他們可能基於一來 希望令到他們的社區裏 還可以保障農業生產 亦都可以很關注自己的健康 希望有一個好的食品 然後變成他們能夠參與這樣的運動 然後在當中的時候 跟農民一起去分擔風險 因為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不分擔農民的風險的時候 在裡面的時候 農民經常都是去單自己面對風險 在裡面亦都透過耕種 去賣不到心的時候 沒有人種東西 沒有人種東西的時候 你還說要吃到一些好的食物 一定沒有 如果我們作為一個消費者的時候 我們希望那件事能夠繼續保持到 繼續能夠提供到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提供一個客觀環境 去保障那件事繼續發展 所以正正就是我覺得中間 我們剛才說消費者和生產者 正正正我們現在的橋樑被霸佔了 被中間商或資本霸佔了 所以變成我們不能選擇 消費者不能選擇 根本我根本我都不知 那些東西是怎樣來的 那些東西是怎樣生產 那些東西是怎樣生產 那些東西的價格是怎樣定 等等整個過程 我們是不知的 為習慣了是不知 為習慣了是不知 為習慣了覺得這件事是正常 正正就是誠客合作 中間這個橋樑是否要被霸佔了 我們是否可以重新自己搭回那條橋 當你搭回那條橋的時候 我們起碼 我參與了這個 即消費者參與了這個過程 他就有得選擇 他有比較 他會明白整個是怎樣出來的 那些東西是怎樣生產出來 那些價格是怎樣的 一般來說 我講真 一般的消費者 或者我是自己 我們在大的市場買東西的時候 你真是不知 他每一個過程是怎樣 每一個環節是怎樣的 從怎樣生產到收購 到貿易的過程中 怎樣來到我們的價格 我們根本就不知那個價格是怎樣定的 中間有多少環節是被剝奪的 完全都不知 現在正正正的合作就是 令到你都可以參與 你參與到 即是沒有參與就真的不知道 我問你們在香港都在推動類似的 希望令到消費者更加 即特別是香港的消費者 在這麼忙的情況下 都可以抽出空間出來 希望了解多些 我們的產品的來源 生產的狀況 可否介紹一下你們的經驗 除了像Ben 你們會定期去一些本地有機農場 即是看一些定期工廠給我們 希望直接跟農友交流之外 即是我們都會做一些在國內的產品 事實上也有個難處 要組織香港的消費者 要上去一些偏遠的地方 看他們怎樣生產有些困難 但我們就會同事上去看 和他們談談究竟生產過程是怎樣 甚至乎有時都沒有辦法 做少少名茶暗房 都要問一下農民 因為當地也有些小農民 問他們究竟 例如這個項目 可能有一些扶民項目 是跟我們合作的 這個項目的出現 對他們的生活 或對他們的生活 是否真的要好 或者是整個生產 是否因為這個過程出了 令到他們生產的過程 是會要求會高 而他們甚至 會縱少少少一些土種 因為剛才Ben提到的土種 我們都頗重視 因為我們會見到 現在農村都有個問題 就是很多時候大規模生產 或者所謂的雜交道 或者一些我們所謂外來的品種 是令到他們整個生產過程 或者經濟命脈 是被一些外面的大商家操控著 一些種子商的主要挑戰 我相信 當然一家可能Ben 或者Ann提到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 如果CSA做得好 或者規模可以做得更加強更加長 可能會令到一些本土 或者是一些不同的物種 農作物種 可以得到發展 而更重要 一件事就是 我很相信一件事 就是 在這個做一些成員合作的過程 其實是接觸到很多飲食文化 其實是扣著這些土種的物種 以前有些朋友就是 有一個例子就是元朗 元朗的絲苗 現在沒有了 找不到那種 找不到那種 但那種元朗絲苗做出來的那種 那種元朗絲苗 才是最好吃 現在是吃不到的 那種元朗絲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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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可以 其實農業本身 它不只是單一的經濟活動 它本身都是一種文化的活動 所以我們在農村上 恢復它傳統種植 其實我們同時恢復它的農間文化 有很多農民本身農間時候的 所謂文化就是 他怎樣去看這個種子和民族的關係 透過一年農間有很多經濟活動 令整個社區更可以凝聚 例如他們以前有風修節 風修節不只是慶祝修成那麼簡單 通過集體活動 大家之間一年村民一起慶祝 一起互相令社區的凝聚力 為何沒有了 中國農村的歷史 自從四九之後 土改之後 合作社之後 傳統的很多東西全部打破了 那天開放之後 芬田到戶之後 農戶自己獨家自己種 已經沒有了一個合作 龍湖之間合作的東西 包括他們很習慣 現在仍然維持著 要做換工的一種習慣 就是修成時 我來幫你修 你又幫我修 或者大家之間交換換工 或者插秧時都有換工的習慣 你會見到 農業的活動本身背後 都是社區關係維持的一種活動 所以現在慢慢我都見到消失感 即是他已經不再換工 甚至換工是不算薪酬的 就是我幫你 你又幫我 現在甚至很多年青人已經出去打工後 其實都是破壞傳統農業生產的文化 即是他可能沒有勞動力 換工也換不到 他便去僱傭一些人來幫我修 所以變成是僱傭關係 所以我覺得成有資本主義裡面說的 所謂僱傭的關係 即是用金錢去定義人的 所謂經濟活動那種東西 在農村慢慢出現 當你如果恢復 或者是用 另外一個例子 就是你用化肥農藥 以及用農家肥 以及自己的身體種植 是很不同的 身體種植是辛苦很多的 你自己可能要捉蟲 自己要很多勞動力的投入 甚至是家裡也要很多勞動力 即是要參與 那你用了化肥農藥之後 其實很多人變得很懶 甚至就是有蟲就灑 沒有蟲都灑 因為我覺得辛苦 當你這樣的時候 我覺得整個家裡之間的合作勞動 都是滿意的 農業不是單純成了經濟活動 它的文化和社會層面的影響都很大 可悲的看到現在無論在中國 或者很多世界各地都是 農業越來越逝美 或者越來越走向機械化的時候 其實就變成人際關係的網絡 看到是不斷的破壞 其實在香港也是提倡去耕種 重新建立花農業 進入人與土地之間的關係 我想我們強調成鄉合作的時候 不是單純是經濟層面的合作 也很重要是透過成鄉合作的時候 去反思我們作為城市人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生活是很扭曲的 也是很片面很單一的 其實在裡面的時候 好像我們在城市生活的時候 我們是很多物質去消費 我們也都好像做事的時候很有效率 但在整個過程裡面 其實我們分析了很多很多有價值的東西 特別是人與大自然 人與其他社群的關係等等 其實我覺得透過提倡我的鄉鄉合作的時候 這方面可以某程度是一個反思和出路 其實Bang可否介意我 例如你在國內的時候 去追蹤我成鄉合作的時候 你覺得有沒有一些經驗 或者一些故事可以說 就是朋友的改變的情況 可以分享的 不過我突然間你說的過程 我突然想起有一個東西 可能在這裏需要再拿出來澄清一下 現在很多時 不同的香港市民 或者都開始著重綠色生活 或者有機生活 或者很多人或機構都在做有機農業 因為我最近去了台灣 就見到某個現象 就是有機農業在台灣越來越興氣 但問題是我覺得某一種有機農業 我自己是覺得我不會特別推動的 因為它正正缺乏我們今天說的 所謂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恢復 成鄉之間的關係恢復的問題 例如富士康的大老闆郭台銘 他現在都在台灣推動一些有機監眾 特別是災區 我們來到南部的災區 他就說他用了太坦 即是台塘的土地 很大片的土地 他說他都要推動有機農業 他的有機農業的做法 是用那種大盆的種植 即是一粒粒 即是那些膠膜 膠膜包了那些 當然對我來說 那種有機耕種 的確他生產出來的健康食品 但問題是 對我來說真正的有機耕種 或有機農業 不只是提供健康食品那麼簡單 而反而是因為你這樣包起了 其實你種出來的東西 其實是健康 不過你是恢復不到整個身體 身體鏈是不會因為你這樣種 是會恢復的 隔裂了 是的 還有你說我從都飛不到 一隻進去 我們在做這些所謂有機農業的運動時 其實是恢復人和自然的關係 土地的關係等等 以及整個身體鏈的重新恢復 我突然間就是 你剛才說的過程 我覺得這件事要拿出來 即是被人重新去思考 就是不是有機農業 就必然地正是正確的 有機農業都可以變成一種商家 即是給主流的 即是一種經濟運作 所以它大量生產的時候 它是壓低了那些有機農業的產品的價格 甚至乎 它會令到一些小農做有機根種 即是生存不到 甚至乎最近有個討論 因為以前我讀給你出身 也有個情況 我們以前讀其一種種植方式 就是斬原始樹林 接著就種東西 以前的小規模部落 就是這樣種完之後 就種了肥歷就走了 接著可能不停走 十幾年那裏可能恢復再繼續 但我有次看一些雜誌說起巴西 很多原始樹林斬了 目的就是種有機黃膽 這對我來說真的有甚麼意義 背後的有機 其實有機不是想出盡人和大賤的生態關係 但反過來 現在因為多了是一個商界 就是我純粹要一種 我要找一種柱類地沒有污染去種 其實對世界的環境破壞 可能比常規農業更大 因為它要獲利 它依然用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 去經營所謂的有機耕種 因為它覺得那個黃豆 我會賣很高的價格 還有你有一班人 又願意 那我就這樣 所以我想最核心 不是單單就是我的形式 或者是怎樣用那個概念去包裝 因為整個運作裏面 是否都真的有挑戰 特別是晚期資本主義社會 很單強調的效率 累積等等 我們泰國強調 就是無論是有機也好 還好也好 重點就是累積 不斷賺錢的時候 根本在過程裏面 可能很多事情是扭曲 所以回到你剛才後來問的問題 就是在中間的整個過程 我真的見到農民都慢慢有改變 包括消費者都會有改變 一開始 我們其實是從一個很小規模開始 例如我們開始看回恢復老種子的種植的時候 是只有四戶肯參與 四戶他們都是半信半疑 只不過我們是拍了三口 就是無論如何 我們都是支持你們將它做出來 四戶之後 其實四戶是作為一個很好的例子 令到後來現在降到二十幾戶 從兩噸到今年的十二噸 幾年之間可以慢慢發展 你明顯見到 那些村民都覺得 有意識覺得 這件事都是一個 可以令到他們的經濟改善的途徑 這個經濟方面見到有改變 我覺得人的改變是最重要 當中有一些年輕人參與 對我來說是比任何的事情都更重要 在中國農村很多年輕人已經五毛農 甚至很多人出去打工 在這個過程中 見到有些年輕人開始變化 他願意留下家鄉 甚至在這個過程中 我經常覺得 資本主義整個經濟包括農業都 令到生產者都很被動 沒有創造力 沒有主動性 這個過程中 令到他們慢慢開始有些 對於生產過程中 有些主動性和創造力 例如第一年 當土地未恢復 當整個生態未恢復 那些杜菲室每年都來 第一年種的時候 依然都是來的 那裏的時候怎樣呢 旁邊那些用雜交道的那些 他就用農藥很快去殺 反而在我們那幾片地上 那些農戶因為不愛殺 那怎樣呢 反而這個過程中 他就開始去想 有沒有那些替代性的農藥 他們開始去找回 他傳統的一些農業的智慧 有些農戶就 找回一些老人家 然後就告訴他們 以前沒有化肥老藥的時候 他們怎樣對付那些蟲 他們就說 他們用山上的某種藤 那些藤是有少少毒性的 不過對人體是沒有武害的 不過他們就會拿那些藤 那些汁去製造一些 替代性的藥 他們平時會在河裡 可能是足以用的 他們就試了之後 用那些汁去灑 灑完之後 那些用農藥的那些 那些蟲好像當下馬上死了 他們灑完之後 那些蟲還在那裡 他們開始擔心 和我們都很擔心 問題是三天之後 那些用農藥的那些蟲 那些蟲回來 反而他們的那些蟲 三天之後 那些蟲慢慢死了 反而會回來 這個過程裏面 令到那些年青人 開始去 覺得我傳統的智慧 可以重新找回來 然後他從這個事件之後 都令到我們開始覺得 如何發掘 傳統農業的一些智慧 這是其中 另外那些年青人 都是參與這個合作社之後 他們都慢慢都會去 自己去想方法 或者去學習 如何去做這個身體種植 然後他們會去 廣西外農會讀學 用養鴨 或者不同的方法開始去做 我覺得這個過程 是發現他們 其實上的主動性 或者能力有改變 剛才Ban你所提及 在農村裏面 找一些老人家 談及說 未用農藥之前的時候 去做法 我想起的時候 其實是 其實中國來說 未用農藥的時間 其實不是很遠 其實是二、三十年前 就是近二、三十年前 只是大規模用農藥 變成了土地破壞 那麼厲害 其實很多傳統智慧 無論在中國裏面 甚至我們香港 香港很多傳統智慧 在七十年代 甚至八十年代初期 都還有 但是在二、三十年裏面 不然現在的變化 是極之快 把很多傳統美好的東西 就是很快速 全部都沒有了 現在就是給大規模的 資本累積的經濟運作 去主導了 變成所有東西 越來越單一 越來越表面 但是我們談了這麼多 有關於成長合作的好處 或者也有很多經驗 但是其實我們有沒有 都有一些看法 就是究竟成長合作 在香港來說 是真是只有一個理想 還是覺得在香港裏面 都真是有機會可以推動到 我們在裏面的時候 特別令到香港的 無人市民大眾可以參與 也可能令到香港的一些生產者 可能不是叫農村 即是郊外地方的一些農民生產者 他都可以在整個運動裏面的時候 都可以協助到他 是更加去發展到 不過香港我覺得 我覺得成長合作 可能是我們要加多一點跨境 正正你們都有做的 因為香港 單靠香港本土的成長合作 是比較難做 因為我們的鄉的確是越來越小 是不足夠去支撐整個香港的消費 所以我也想聽你們說 跨境合作的重要性在哪裏 重要性第一就是 首先我自己有時都會疑惑 究竟跨境的意思 因為那個所謂的 如果我 境是一個很政治的分野 但其實我們 香港和華南一帶 可能地理生態其實是很近的 可能在物種上面 其實大家是很多很近的 以往來說 但第一件事是覺得 我也承認 香港只是那個鄉 未必支撐到香港整個城市的食物公園 但其實我們有時會見到一些錯配 錯配就是 仍然是有些鄉 真的拿不到一些東西出來買 但我不說到城鄉合作 先說到城鄉貿易 香港是很頻繁的 其實我自己的感覺就是 我們要留意一下 他在街市的一些村 街市買一些山藥 或者買一些我們叫做 類似大樹菠蘿 其實就是香港一些 城市邊緣的 可能在鳥屋區的鄉村 有些貨品去到那裏 反而就是意識 我覺得很重視一個意識 就是香港似乎是 市民的意識在城鄉那裏 剝削的感覺很強 例如我最近和全灣光斑田村的村民去談 其實都幾剝削的 他們會覺得你那些東西是鄉下的東西 你那些東西是不用用智慧的 不用用一些所謂技術 不用讀書學的 所以我就要騙到你很便宜 而這個過程我覺得是理所當然的 剛才大家提到我們一起 消費者的良心 那樣東西就在這裏出現 跨境那樣東西我們做的時候 我們覺得重要的是 第一我們在這個過程裏 知道農業無論是國內和香港 其實有一個關係 在這裏 但以往成屬變成一種 大商家包裝的東西 有時候我們會重新想 國內的農民 不是我們以往的感覺 要不就覺得很貧窮 甚麼都不懂 要不就很妖魔化 只放一些有毒農藥給我們 完全不會想為何 我們完全不會想為何 搞成這樣 其實我們可能 香港人是有責任 那時候香港的市民是有責任 那時候我很分享到 Ben剛才提到一點 那時候在一些農村 都跟國內的農村說過 談過就是 他很辛苦摘那些菜 但香港的人 跟他買是很便宜很賤 一斤又要很美 一個洞都沒有又要很亂 我不對那些藥 不對化肥 怎可以 他是不可以不做 其實我們是有責任 我覺得這種跨境的合作 令到我們重新想回 究竟我們那個 一來我們的責任 如果最生氣我們都相信 我們自己有責任 或者我們是想為我們自己 想吃的東西 健康負責的話 這件事我們是要付出 去做多些事 我跟阿文去的 盡路都很類似 我們過往幾年 重點在香港裏面 就是做一些消費者意識的提醒 讓消費者意識到 在當中購買產品的時候 不是單單一件物品 他本來是一個生產者 我們要考慮生產者的狀況 所以慢慢去意識這件事 還有我們特別 比如在國內的生產者的時候 雖然我們未必能夠 令到消費者去到當地去參觀 去探訪等等 但我們盡量去找回當地的生產者 他的背景資料 他的狀況 甚至是個別的朋友的分享 然後將我的資訊帶回香港 令到香港的消費者意識到 該物品是怎樣生產的 和該生產者背後的生活狀況 故事點 令到該物品不是單單一件產品 而是當中的時候 真的有一個生產者 在當中生產的一件物品 然後令到他重新去思索 我的理念和價值 我們看到在過去幾年裏 雖然都不容易 因為香港人來說 一般受大陸文化的影響 傳媒的影響 我們可能都覺得最便宜 最方便 我們去買東西時 我們作為消費者 當然消費者大了 消費者權益是最重要的 但我們嘗試去挑戰這些想法時 都發覺慢慢有一班朋友 去意識到這件事 例如我們自己來說 現在大約有七千個會員 我批會員 有時做一些調查時 發覺到他們也有這樣的意識 我希望慢慢去建立消費者群 當他們能夠有這個意識時 可以帶來實際影響 所以我覺得總結來說 雖然大家做的事 不一定的模式是一模一樣 不過我聽見有一個共同點 都是香港嘗試去做消費者的教育 希望香港的消費者 慢慢的意識可以改變 而通過跨境的貿易 香港的消費者可以支持到 一些中國農村的發展 中國農村 即是中國內地 我們同時都在做一些 城鄉之間的合作 亦都希望通過教育 即是中國內地的城市消費者 去支持農村的發展 是嗎 好 今天我們時間差不多 所以就到這裡為止 多謝各位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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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